在陵云镇杨柳村,有着一大户人家,家中良田千亩,商铺上百,佣人数十,方老爷乃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只是命途多传,当年因为他当年外出收租,夫人难产而死,孩子胎死腹中,等他回来的时候,只看到夫人的尸体。 后来在父母的要求下另娶一房,女子名为朱朱,是朱家的大小姐,两人也算是门当户对。 在朱朱生了个儿子之后,方老爷才慢慢从曾经的悲伤中走出来,只是这个儿子在朱朱的宠意下变得嚣张跋扈,无法无天。 转眼十八年过去了,方老爷刚从外面收租回来,就看到门口聚集了不少人,一个女人跪在方家门口,嘴里不断重复着,我知道错了。 方老爷急忙将人拉了起来,但是女人死活不怨起来,于是便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周边的人冷笑,方臣抢抢民女,人家母亲为了维护自己的女儿,却被她打得重伤不起,并且让人家女子跪在方家门口忏悔。 方老爷一听大怒,直接就冲了进去,方臣此时正在与母亲谈话,两人言笑艳艳,丝毫不觉得门口的事情有何不妥。 逆子,你给我跪下,跟我去跟外面的女人道歉,上门给人家母亲赔罪。 老爷,咱们家方臣又没做错,道什么歉?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咱们家儿子只要喜欢,就没有问题了呀。 你,你,你们简直不可理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便是如此,你若是不去道歉,即日我便将你逐出方家。 猪猪一看老爷动真格的,冷笑一声,老爷,这可是你儿子,若是你真的想将他赶出去,那我也跟着儿子一起出去,我们回猪家,到时候丢的是你的脸。 方老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最后甩袖而去,他自己对人家母女认错去了,赔了人家不少银子。 这些年来,他给人赔罪道歉的还少吗? 可是这个儿子一点都不听话,猪猪更是骄纵。 这时候,管家也在那里说,老爷,要不给少爷取一门亲,一旦成亲,相信少爷一定会变的。 方老爷一想也是,随后开始给方臣物色妻子,但是附近的大户人家听到是方臣,纷纷绕道而走,都不愿意嫁。 这可把方老爷愁坏了,于是便带着管家在街上转,看看各家铺子的情况。 突然被眼前的人群吸引了,两人好奇,拨开人群,看到的是一身塑稿的女子,跪在地上,写着卖身藏母。 老爷,我看着这女孩长得水灵,不如买回去给少爷当妻子,反正大户人家都不愿意嫁,小户人家听到方臣二字更是闻风而逃。 他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方老爷的心坎里,随后走到女孩面前,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将你母亲风风光光葬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小女子敏柔,老爷你说,只要是小女子能够办到的,一定照办。 我要你嫁给我儿子,方臣。 一听到方臣,女孩的脸色一变,恶人公子的名称早已家喻户晓。 他看着身后病逝的母亲,随后咬牙道,小女愿意。 方老爷将敏柔的母亲风风光光葬了,也答应他守灵七日后再商量婚嫁的事情。 只是当方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直接炸了,与方老爷吵了一架,最后在母亲的劝解下还是同意了成婚。 很快,就到了两人的婚期,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都在恭喜方家。 方老爷一一回应。 只是成婚当天,方臣就跟着好友去翠云楼吃酒了,一直到第二日才回来。 而敏柔就这么在床上坐了一宿。 等他回来,强打精神,相公,我为你宽衣。 滚,别打扰我。 方臣一点也不喜欢敏柔,并不是说他不漂亮,而是他是父亲找来的,所以只要父亲教训他一顿,他就会回来教训敏柔,非打极骂。 他想要将他逼走,到时候父亲可就没什么理由说自己了,而他也从未碰过他的身子。 敏柔被赶到了下人的房间,好几次差点被方臣打死,但他都挺了过来,方老爷葬他母亲的恩情,他会用自己的一切来偿还,所以方臣对他的惩罚,他毫无怨言。 而在方家有一个长宫,名叫铁柱,从小便被家里迈进方家,是方家的放牛郎,只不过他为人老实,忠厚,别人请他帮忙他,都会去帮忙,毫无怨言。 方老爷也十分喜欢他,不仅为他独自安排了个小房间,而且他的工钱比别人要高一些。 这天铁柱放牛回来,已经是晚上了,过了饭点,方家便没有了晚饭,他知道自己这一晚上得饿肚子了,只是到了半夜的时候,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 于是,铁柱敲咪咪咪,来到了厨房,只是没想到的是,在这里遇到了同行。 这要巧,你也来偷吃的。 铁柱笑哈哈地跟着敏柔打招呼。 这几天,敏柔一直被方臣关在房间,不给他吃的,他实在饿得受不了,所以便想着在厨房找找吃的,没想到遇到了铁柱,而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铁柱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因为他基本上白天都在外面放牛,回来都晚上了,压根没见过少夫人。 看着敏柔直接拿最上面的馒头,铁柱就小声说道,一看,你就没经验,不要拿上面的,从里面,中间拿。 这样厨房明天就发现不了,敏柔急忙抽回手,按照他说的,拿里面中间的,然后把馒头恢复原样,根本看不出来有没有少,震惊地看着铁柱。 厨房晚上只会有这些馒头,不会有菜的,所以两人只是吃了点馒头,就离开了。 姑娘,你是新来的吧?有啥不懂不会的,你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牛棚旁边的那个小房子里。 敏柔点了点头,随后急忙回到了自己房间,她害怕被方尘发现,要不然免不了受苦,她一直觉得自己忍下去一切都会变好。 直到有一天,方尘带她出去与她的朋友见面,在她的酒水中下药,想要一群人欺负她,最后她拼了命地逃了回来,身上更是被自己扎了不少针孔, 才能勉强保持清醒。 只是方尘紧随其后,觉得她落了她的面子,这一晚,她是要下死守的,敏柔发出痛苦的声音,但没人敢打扰方尘。 也就在这时候,铁柱赶着牛回来了,听到了女人的呼救声,她急忙跑了过去,就看到方尘拿着凳子往一个女子头上砸,随后大喊,住手。 但方尘怎会停手,幸好敏柔的胳膊挡了一下,这才捡回一条命,但是那条胳膊暂时却抬不起来。 你给我住手。 铁柱一把将方尘揪了起来。 她比方尘高了一头,怒目而逝。 方尘冷笑。 铁柱,你只是我家的一个长工,拜托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给我松开。 铁柱看着身后女子的惨状,深吸一口气,老爷说过,家里的人,谁都不能打,你打他,我就打你。 铁柔双眼模糊,看着眼前那个不算高大,却想着为他遮风挡雨的男子,他认真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给我放手,否则我叫我爹把你赶出府。 铁柱放开了他,只见方尘抄起凳子,再次砸下敏柔。 铁柱一把夺过凳子,将方尘推了出去。 这里的事情也被方老爷知道了,此时也已经赶来了。 看到这一幕,铁柱,这是怎么回事? 铁柱将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方老爷急忙走进房间,就看到浑身是血的敏柔,静气没有出气多。 来人,叫大夫。 大夫来了以后,对着方老爷说道,少夫人,这是心伤家旧伤,必须好好调理,要不然怕是有性命之忧。 而且少夫人还中了春药,差点要了她的命。 方老爷,沉着脸,走出房间,看着跪在地上的方尘,方尘,你可知错。 爹,是他不听话,我只是教训我娘子,我何错之友。 你,你这个逆子,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也就在这时候。 猪猪来了,护在儿子身前,老爷,何必为了一个外姓女子,伤自己儿子呢? 咱们家方尘没有错,错的是敏柔和铁柱,要我看,不如把他们都赶出去。 方老爷看着他,你,你简直不可理喻,你再这样惯着他,迟早会出事。 我儿子,我惯着,谁要是敢伤害他,我就跟他拼命。 猪猪冷声道,最后这件事只得不了了之,敏柔地商养了一个月才好,铁柱就很惨了,每天只给他吃一顿饭,并且做三四个人的活,这都是夫人下的命令,没人敢违抗。 方尘为了避开父亲的责骂,直接在翠云楼待了一个月,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脚步虚拂,脸色煞白。 也正是这一晚上,府内突然传出一声惊呼,来人哪,少爷遇害了。 铁柱走出房门,看到敏柔的房门没关,先走了进去,就看到惊慌失措的敏柔,他的胳膊还在滴血,敏柔小声道,还请铁柱大哥帮我保密,这件事不要告诉老爷夫人。 铁柱默默关上了门,前往方尘的房间,并且将门外的血迹处理了干净。 大夫已经来了,方尘没死,只是失血过多,大夫便说道,我老师曾经教我一个绝技,便是给人输血之术,不过只能用至亲之人的血。 方老爷,你看。 好,就用我的血。 稍等,带我看看你们的血液是否一样,能否相容。 方老爷,无与自己的儿子能跟自己不一样,只是当血液滴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两人的血液经未分明。 这时候,朱朱才赶了过来,当看到这里的气氛不对的时候,随后看到了碗内的血液。 方老爷沉声道,来人,将他给我带下去,老陈,调查当年的事情,大夫,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行,其他的不用管。 大厅内,方老爷和老陈看着朱朱,说吧,方尘是谁的孩子? 自然是老爷你的孩子啊,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难道就凭一次滴血认亲,你就不认自己儿子了? 方老爷冷笑,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最好手脚干净,别让我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朱朱浑身一颤,但就是打死不认,认谁帮人养了十几年的儿子,最后发现不是自己的都会崩溃吧? 第二天一早,陈管家急忙来到了方老爷的房间内,老爷,我在妇人房间发现了不少的信,还请你过目。 与朱朱通信的乃是一个叫做浅宇的人,此人乃是朱朱的表哥,通过信件的内容不难发现,孩子是他的,而且还有一个惊天秘密,让方老爷直接一拳打在了柱子上。 鲜血直流,陈管家急忙问道,老爷,怎么了?将这个浅宇,还有当年为鱼儿接生的人都给我找到,带过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陈管家的速度果然快,只用了两天,就将两人带了过来,浅宇很快就招任了,这都是朱朱的主意,为的就是方家的一切。 随后,看向旁边的吻婆,刘婆,当年究竟怎么一回事?我劝你说实话,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方某人虽然不作恶,但害我妻儿的人,我定会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包括你的家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随后,吻婆才把当年的事说了出来,当时朱朱还不是方家的妇人,只是朱家大小姐,在方妇人临产前一天找到了她,给了她五十两银子,让她制造意外,一时两命。 而她则是通过朱老爷的手段,成功说服了方家的人,让自己嫁进来,而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陈管家,将这两人送到官府,好生关照。 方老爷,饶命啊,饶命啊,我有一个秘密,只求你放我一命。 刘婆生思接底,陈管家,将她带过来。 方老爷,当年夫人确实是难产,我没有任何的动作,但是孩子,孩子没死,她被我送到了小留村,我亲眼看到, 她被人捡到了,我才离开的。 你说什么? 方老爷,激动地站了起来。 方老爷,求你放我一命,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带你去找那个孩子。 方老爷早已迫不及待了,随后跟着刘婆来到了小留村,只是那户人家早已人去楼空,刘婆吓得脸都变了。 这时后方老爷,看到有人经过,急忙问道,这户人家去哪了? 你说,老留头啊,早死了。 那你知道,当年他捡来的一个婴儿吗? 知道,当年老留头还专门把孩子带过来让我婆娘给孩子喂奶, 只是在孩子五岁的时候,就被他卖进一个大户人家,总在我们面前炫耀孩子以后不会跟着他吃苦,在那一年后,老留头就死了。 你知道他卖给谁了吗? 这就不知道了,我帮你问问村长吧,当年是他跟村长商量的。 好好,拜托了,谢谢你。 几人跟着男人来到了村长家,村长早已满头白发,老眼昏花,但还是一眼认出来了方老爷,方老爷,您这是? 现在还没到收租子的时候啊。 村长,是这样的,老留头当年不是捡了个孩子吗? 当时卖给谁了? 我记得好像就是你家里啊。 怎么了? 那孩子想必也长大了吧? 这时候,陈管家也想起来了,老爷,他就是铁柱啊。 对对对,就是铁柱,当年老留头就给孩子叫铁柱。 几人疯疯活活赶回了家,但是铁柱外出放牛,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刚回来就被老爷请了过去,敏柔担心,也跟在后面。 方老爷。 方老爷,激动地一直搓手。 等到铁柱来到客厅,等到铁柱来到客厅,陈管家递了一把匕首。 铁柱看到这一幕,急忙冲了进去,跪在地上,老爷,这不关铁柱的事,少爷是我赐的。 方老爷哭笑不得,看着他着急的样子,铁柱也摸了摸脑袋,脑子好像有点不够用了。 你为什么要刺杀方臣? 这一点方老爷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性格不应该如此。 那日我听到方臣与夫人商议,因为铁柱几次三番坏了他的好事,就要杀了铁柱,我不愿意他受伤,就趁着方臣虚弱的时候下手了,只是没想到被他逃过一命。 没事,你不要担心,我只是喊铁柱来确定一件事。 陈管家将他扶了起来,站在一旁看着。 铁柱,你在这碗里滴一滴血。 铁柱没有犹豫,直接划破手指滴了一滴。 方老爷也滴了一滴进去,顷刻间,血液融合在一起,方老爷高兴地哈哈大笑,敏柔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 陈管家露出笑容,唯有铁柱一脸茫然。 好,好,好,铁柱。 你就是我儿子,没想到我儿子一直在我身边,那对恶毒的母子,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孩子,你有什么愿望,我都帮你实现。 铁柱看向敏柔,指了指他,我想要他开心,每次看到他受伤,我就觉得自己难受,不知道为啥。 敏柔,你可以改嫁给铁柱吗? 若是不愿意,我给你一笔钱,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老爷,我愿意,我愿意。 就这样,敏柔嫁给了铁柱,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交给了铁柱,还要感谢方辰从未碰他。 而,猪猪和方辰则是一辈子都要在牢中度过。 一个手艺精湛的小木匠,为了娶到漂亮的媳妇,和城里专业卖肉的屠夫,举行了一场卖猪肉比赛。 小木匠能不能打败屠夫,如愿地娶上漂亮的媳妇呢?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木匠卖肉。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的时候,在安阳县城有个手艺非常好的小木匠。 小伙子名叫张大牛,家住离县城不远的张家庄里,别看张大牛这名字的起得有些土里土气的,但这小伙子从小就聪明,而且还心灵手巧。 他的木匠活就是他老爹传给他的,他们老张家是木匠世家,一手的木匠活做的事非常的漂亮。 十里八村的谁家要打家具了,都会把张大牛的老爹喊过去,让他给帮忙,城里不少的富商大户也专门请张木匠上门干活。 所以,张大牛家里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可以的,张大牛从小就对木匠活感兴趣,他老爹就把家传的手艺都交给了张大牛。 张大牛这小子也聪明,他老爹交上两三遍就能掌握住要领,看得张木匠心里非常欣慰,他们老张家的手艺,算是没有断送在自己手里。 一晃十来年的功夫过去,张木匠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了,这木工活都交给自己儿子去干了。 张大牛也没有辱没了他老爹的生育,木工活干得不错,听着四周的邻居夸赞。 张木匠的心里也乐开了花,看来这儿子没有白叫啊。 不过现在张木匠唯一的心事,就是他儿子大牛的婚事了。 这小子光顾着干活了,也不想着娶个媳妇,自己啥时候能抱上孙子呢? 自己老伴也托媒婆,给这小子说了好几个姑娘了。 可这家伙一个也没有相中的,总是推脱忙完这一阵再说。 可把张木匠给气得不行,经常教训张大牛说道, 这世上有赚不完的钱,你小子总得先成个家呀,让我们劳两口在有生之年抱上大孙子啊,不能让我们带着遗憾走啊。 每当这时候,张大牛就说道,我知道了爹,我会抓紧的。 其实并不是张大牛不想成亲,而是这小子已经有了一中人了,所以对媒婆给自己说的姑娘才看不上眼的。 说到这里,有的看官就有疑问了,既然有一中人了,那就给自己老爹说,去人家姑娘家里去提亲呢。 其实,张大牛早就想说了,但又不敢说。 为啥不敢说呢? 因为这姑娘家是不一般,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要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张大牛早就让自己老爹,背上厚礼,去人家提亲去了。 何况,他们家里现在的生活条件也算是不错,到了之后,估计这婚事,百分百就成了。 可偏偏张大牛喜欢的这姑娘,不是一般的家庭,是城里王源外的闺女。 名叫王月如。 月如姑娘可是王府的千金大小姐,大家闺秀,这样貌自然,不必多说,是为俏家人。 张大牛也是在王府干活时候,和月如姑娘认识的。 没认识月如之前,张大牛觉得他们村的翠花就挺漂亮了。 见到月如之后,感觉二十个翠花也没有月如好看。 关键是,月如身上有种翠花身上没有的气质,就是那种高贵的气质,让翠花根本就比不了。 也让自己认清了和月如之间的差距。 虽然自己爱慕月如,但张大牛也知道他们之间估计不可能了。 因为以前的时候,这婚姻讲究一个门当户对,自己家虽然在庄子里算是有钱的人家了,但和王元外家一对比,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更何况张大牛打听到,月如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生意,早就把自己闺女许配给县老爷周大人的儿子。 就等着县老爷高升之后,月如就会嫁入周家,给他们周家来个双喜临门了。 不过在王府干活的一个多月,张大牛明显感觉月如并不是很开心,因为周大人的儿子周福安根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仗着自己老爹的身份,在县城无恶不作,经常带着一些地痞流氓,在街上持墙凌弱,搞得百姓是怨声载道,不过大伙都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现老爷的儿子呢?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周福安把城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很快就招来了报应了。 原来是他老爹早就给上面塞好了银子,就等着升官了。 谁知道从上面来一个钦差大人,本来是不来这里的,谁知道半路竟然遇到了劫匪,身上的银子和官印全被抢了,好在人没事。 没办法只好到安阳县城来过渡一下,让安阳县令派兵缴匪,没想到外地人进城还要交费,不缴费的就要工地干活抵挡进城费用。 钦差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物件,也被拉去干活了,然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机会跑去,回到京城整顿一番之后,就到安阳来查这个周县令。 您说这周县令能落着好吗? 官没有生成,乌纱帽也没了,而且全家还被流放到外地。 然后之前给周大人送银子,还差点没成了周大人亲家的王元外,也跟着倒了没了,直接判了一个贿赂朝廷命官的罪,最终败光了所有的家产,才保住了性命。 至此王家也就败落了,就只剩下一个大院子了。 张大牛这段时间挺担心月儒的,扛上自己的工具就去王府了。 王元外见张大牛来自己家里很是意外,就疑惑地说道,张木匠,我这也没请你啊,你怎么来了? 张大牛就说道,您之前不是我找给月儒小姐打了一套梳妆柜吗? 我前两天想起来,这会该给那柜子做保养了,所以来过来看看。 王元外听后心中暗想,这小木匠会的也太多了吧,什么柜子保养? 我看这小子分明就是看上我闺女了,以前干活的时候的,这小子眼睛就不老实,时不时地盯着我闺女看,八成是喜欢上我闺女了。 要搁在以前自己指定是看不上这小木匠的,但眼下不同往日,自己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要是让以前生意上的对头再搞自己的一下,恐怕自己家真的要完了。 如果这小木匠真的对月儒有意,不如早把自己闺女嫁出去,免得跟着自己受了罪。 想到这里,王元外就带着张大牛去了自己闺女的房间了。 其实月儒对张大牛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不仅木匠活干得不错,人也老实,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以前自己被父母逼着嫁给那个花花公子,没办法,现在恶人已经得到惩罚,自己也可以追求想要的幸福了。 月儒见张大牛来给自己柜子做保养,也知道这家伙心里怎么想的,他还没听说过谁家的梳妆柜要做保养。 两人都是心照不宣,但彼此之间话多了不少,时间一长,两人的感情就迅速地升温了。 张大牛就把自己喜欢月儒的事给他老爹说了,张木匠一听是非常高兴。 既然自己儿子有了喜欢的姑娘了,赶快带着礼品去提亲吧。 可等他们到了之后就傻了。 王源外正和两人高兴地攀谈呢。 而且这院子里还放了不少的礼品,看情况是来这里提亲的。 原来城里的孙徒户的儿子孙阿大,也看上了月儒。 这不就迫不及待叫上他老子孙徒户,来王源外家里来提亲了? 这个孙阿大徒户出身,长得身强体壮,不过由于长期杀猪宰羊,力气缠身,让人看了旧种害怕的感觉。 月儒是不喜欢这个孙阿大的,他喜欢的是张大牛。 可王源外对孙阿大非常满意,认为孙阿大家里条件不错,身强体壮的,还能保护自己的闺女。 现在张大牛也带着他老爹提亲来了,一个是自己闺女重义的夫婿,一个自己相重个的女婿。 王源外这时候也有些犯难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孙阿大一看,竟然有人跟自己争媳妇,这小豹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走到张大牛身边,让他赶快离开月儒,不然自己打得他连他爹都认不出来。 张大牛这时候也没有退缩,撸起袖子就要跟孙阿大干仗。 张木匠一看形势对自己儿子不利,也要上前帮忙。 孙徒户也不乐意了,走向前去也想掺活一脚。 于是,好好地提亲就变成了吵架斗殴现场,正好新来的县太爷路过此地。 听到这里乱糟糟的,就让捕快查看啥情况。 王源外一看新来的县老爷马大人来了,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请马大人给主持公道。 马大人在问明情况之后,也犯难了。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还是人家的婚姻事, 盼好了小两口感激你,要是盼得不好, 以后小两口生气吵架不还得怨自己吗? 马大人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可不管还不行, 谁叫自己是这里的父母官呢? 只好把张大牛和孙阿大叫到一旁说道, 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你们两个都是个行业的精英人物, 不妨比试一下,看谁厉害, 谁技高一筹,月如姑娘就嫁给谁如何呀? 孙阿大就问道,大人,这如何比试啊? 马大人就说道,当然是按你们最熟悉的行业来了, 第一场比卖猪肉,第二场比木降火。 算下来谁挣的钱多,月如就嫁给谁。 张大牛和孙阿大比试的消息, 没一会的功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大伙都来看热闹。 这第一场比试就是卖猪肉了, 两人一人一个摊位, 孙阿大比试的看着张大牛说道, 小子,你要是赢了我这一场, 下场我也不用比试了, 你要是赢不了, 那这一头猪的价格, 可比你做破木头值钱多了, 你立马卷铺盖走人。 张大牛听后不服气地说道, 哼,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 咱们骑驴看畅吧走着瞧。 有不少百姓看热闹, 纷纷地议论说道, 看来这一场张大牛要输了, 他一个木匠怎么比得过专业卖肉的图户呢? 就在大伙讨论的时候, 孙阿大的猪肉已经让人买走了不少, 孙阿大是忙活着给人称宠找钱, 时不时地还看一眼, 无人问津张大牛, 心里得意极了。 就在时候, 张大牛就吆喝开了, 卖肉了, 卖肉了, 咱们的猪肉不用秤来称重, 用尺子凉肉, 量得不准不要钱。 大伙听张大牛这么一吆喝, 顿时感到非常新鲜, 都围了过去。 这以前有些经验老道的师傅, 用手颠凉肉的分量, 能做到分毫不差。 这用尺子凉的还是头一次听说。 张大牛见大伙都朝着自己摊子围了过来说道, 你们说要那块肉, 我来切, 然后用尺子凉, 最后过秤, 不准不要钱。 大伙一听都猛了, 这肉还能这样卖, 都不信, 一个小伙子就要了一块。 张大牛也想好了对策, 刚开始的两个顾客自己一定得说错, 免费送出去两块, 这样才能吸引人来购买。 果然在接连免费送出两块肉之后, 大伙纷纷到张大牛摊位上买肉。 可在买的时候, 就发现这家伙竟然用尺子凉出来肉, 和秤上面的金两树是一样的。 大伙都好奇张大牛这小子试得怎么做到的。 马大人看得也稀奇, 这时候孙阿大不淡定了, 大伙都去张大牛那里买肉了, 自己的肉还买给谁去啊? 这样下去, 自己不就输了吗? 于是他就跑到张大牛的摊位上, 说张大牛这小子实杂, 他的称不准, 得用自己的来称。 大伙一听感觉孙阿大说的有道理。 张大牛见状也说道, 行, 那就麻烦你来帮我称肉, 要是我量的不准, 这肉我就免费送。 大伙一听, 纷纷购买张大牛卖的猪肉, 孙阿大不信张大牛有着本事, 就把他量好的肉放在秤上一称, 顿时惊得他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没想到张大牛还有这本事, 用尺子量的肉筋量竟然不差, 心里顿时就慌乱了起来。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肯定输了, 不行地想想办法。 所以孙阿大趁着大火, 看张大牛用尺子量肉的时候, 在自己的秤上就做了手脚, 这是他以往卖肉惯用的手法之一, 旁人是看不出来的。 果然这次的肉一称, 就少了二两。 张大牛看着孙阿大得意的神情, 就知道是这小子搞的事情。 大火一看张大牛又出错了, 纷纷地都来买肉。 张大牛这次聪明了, 报数的时候就少报了二两。 果然又是金两不差。 两次之后, 孙阿大知道是张大牛识破了自己的计谋, 于是又趁人不注意, 又掉了自己的秤。 就这样在孙阿大这样的神助攻之下, 张大牛的猪肉率先就卖完了。 孙阿大健壮就傻眼了, 下面的比试就不用比了。 要论目攻火, 十个孙阿大也不是张大牛的对手。 事后, 孙阿大不服气, 就询问张大牛是如何做到用尺子量出肉的重量的。 张大牛本就不喜欢孙阿大, 刚才差点还没有打了自己, 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这家伙。 孙阿大健张大牛不肯说, 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这是以后要是传扬出去, 自己一个卖肉的输给了一个木匠, 自己还怎么混呢? 孙阿大健张大牛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 就说道, 张大牛, 你要是告诉我用尺子量肉的秘密,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可是关于月如姑娘的。 张大牛一听到事关月如, 就说道, 行, 你先说, 我再告诉你。 孙阿大就说道, 其实我来王元外家提亲, 一是看中了月如的美色, 二是城里的周元外指使, 这彩礼就是他出钱给买的, 条件就是我把月如取进家门之后, 不能好好地带他。 王元外听孙阿大说出这样的秘密, 心里很是气愤, 这周元外之前和自己的算是生意上的对手,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趁自己现在没落, 想到对自己来因的, 幸好张大牛赢了孙阿大, 不然自己闺女一生的幸福, 可就毁在自己手里了。 王元外立刻在马大人身边, 状告周元外, 马大人听孙阿大这么说, 也吃惊不小, 没想到这场鄙视, 还牵扯出这样一个密室, 立马就让捕快把周元外给带来对质。 没一会的功夫, 周元外就被带过来了, 有了孙阿大的证词, 他想抵赖也不行了, 只好说出了自己之前因为王元外的打压, 生意都快破产了, 所以就想趁这次他家道中落打的时候, 打击报复一下。 马大人听后, 让捕快把周元外关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孙阿大同流合污, 也被打了三十大板以警校友。 孙阿大捂着自己的屁股痛苦地说道, 张大牛, 现在你可以把你用尺子如何凉肉的秘密告诉我了吧? 张大牛听后就说道, 其实我用尺子凉肉只是诱饵, 这肉形状不规则, 我当然没有把肉量出来多少斤两的本事。 孙阿大听后就疑惑地问道, 那你是如何准确知道这两出来的肉是几斤几两的? 张大牛听后笑着说道, 这个当然是用手掂量出来的, 我是个木匠, 整日里和木块打交道。 以前我家里穷苦, 就想着如何省下些木柴。 慢慢地就练就了一手本事, 就是这木块放在我手里, 我就能猜出它几斤几两。 这次正好用到了的这次比试上了。 众人听后才明白过来, 张大牛这个家伙用尺子凉肉就是个噱头。 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引过来, 然后再用自己的真本事来掂量出这肉的金属。 看来这小伙子是真有功夫啊。 王源外也高兴, 没想到张大牛还有这样聪明的头脑, 这不做生意可惜了呀。 没过过久张大牛就和月如成亲了, 小两口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家庄里, 庄子有个名叫马三的小伙子, 马三这小伙子人长得不错, 就是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常年吃药的母亲吴氏, 所以都二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到媳妇呢。 吴氏一边怨恨自己的病情, 脱累了儿子, 一边发愁自己儿子的终身大事, 吴氏不到五十岁的年纪, 头发愁得都白了。 这些年性好友侄子马大牛家里帮衬着, 尤其是大牛媳妇春花, 不光是人长得好看, 而且对吴氏也是相当照顾, 不然的话, 吴氏连抓药的钱都没有。 吴氏家里穷苦的原因主要在马三的父亲, 像当初在马三还小的时候, 他家里过得还是不错的, 马三的父亲是做生意的, 而且生意做得还相当红火, 还给马三和本村张木匠的闺女巧秀定了亲事。 可老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马三的父亲为了把生意做大, 就筹借了不少银子, 准备大概一场。 可后来他的铺子着了一场大火, 马三的父亲为了减少一些损失, 冲进铺子想拿出贵重的物品, 没想到让火海瞬间给吞没了。 从这之后, 他们家里就没落了, 债主纷纷上门讨债, 吴氏便卖了所有家产, 可还是欠下了不少的银子。 如果不是为了照顾马三长大, 吴氏早就想一走了之。 下去找他丈夫团圆去了, 这可这些年的辛苦劳作, 也让吴氏疾病缠身, 现在得整日喝药。 所以, 马三长大之后, 对他母亲也是非常孝顺, 一边挣钱替他老子还债, 一边照顾自己母亲, 小日子过得也是挺辛苦的, 尤其是那张木匠看到他们马家没落了, 就单方面毁了马三和巧秀的婚约。 说当时就是他和马三的父亲喝酒说的醉话, 没有什么自据为证, 根本就不作数的, 而且还把巧秀嫁给了他们那里比较富裕的王大虎。 吴氏得知此事之后, 虽然很是气愤, 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自己丈夫当初确实没有和张木匠写下字句, 只能给自己儿子找媒婆再说媳妇。 老话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媒婆的介绍, 终于是有个姑娘愿意嫁给马三当媳妇, 这姑娘家是李家庄李屠夫的闺女, 名叫李桂花。 这李桂花的年龄也不小了, 肯嫁给马三是因为他的暴脾气随了李屠夫, 一言不合就动手, 而且李桂花长得也是相当有力量, 一般的小伙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也是很长时间嫁不出去, 经过媒婆的说和, 李屠夫愿意和吴氏结成亲家。 儿子的婚事有了着落, 吴氏心里是非常高兴, 但马三心里却是非常不乐意, 你想啊, 那个男子恳娶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为妻子呢? 万一以后夫妻两个闹了矛盾, 自己吵也吵不过, 打也打不过, 这得多憋屈啊! 可马三又是个孝顺孩子, 父母之命不可为, 只能也答应了这门婚事。 这天一早, 马三刚要出去干活, 就让吴氏给拦下了说道, 三啊, 今天你就别去干活了, 昨天我听说李屠夫病了, 你拿些东西去看看, 这样也显得咱们诚意不适。 马三本就不想取桂花, 更不想花钱买东西去看李屠夫了, 于是就推托自己今天很忙, 然后一溜烟就跑了。 到了第二天, 马三刚要出去, 吴氏就把他给拦下了说道, 你小子今天必须去李屠夫家里看看, 昨天我找大牛借了两个钱, 买了两斤肉, 咱家还有些鸡蛋, 你都给拿着, 按理说的蹄枝老母鸡去才好看, 可前段时间, 也不知道咋的, 咱家的老母鸡都得病死了, 拿两斤猪肉去也行。 马三见自己母亲东西都给自己准备好了, 这不去也不行了, 只好硬着头皮接过了东西, 打算到李屠夫家里放下东西就来。 出门之后, 还没等他出庄子呢, 就碰到他大嫂春花了。 春花见状就询问马三这是干嘛去。 马三就把自己母亲让去李屠夫家的事情说了一遍。 春花听后就说道, 三啊, 你这样去可不行, 你母亲好不容易给你说了一门亲事。 你这未来的老岳父病了去看望, 前去探望哪里的画的得用咱们这里最高的礼仪, 得捉一只老母鸡才行啊。 这样才显得咱重视人家, 也不至于到了人家村子, 让旁人说闲话不适。 马三听后就说道, 嫂子, 我觉得这两斤猪肉就不少了, 我也听说了, 那李屠夫就是普通的偶感风寒, 说不定早好了呢, 用不着拿什么老母鸡了, 这老母鸡多贵啊。 春花听后就说道, 多贵咱也得拿不是, 正好我家里有只不下蛋的老母鸡, 我把它捉了给你, 一并拿去。 说着春花就回屋了, 没一会的功夫就提着一只老母鸡出来, 递到了马三的手上, 说道, 你把这只老母鸡给拿去。 马三见状赶忙说道, 嫂子, 这可不行, 平日里你和大牛哥帮助的就够多了, 我怎么还能再要你的老母鸡呢? 见马三一直推辞, 春花就把马三手里的猪肉给拿过来说道, 这样就算你是用猪肉跟我换的就行了, 行了一个姥姥爷们也别磨叽了, 赶快去吧, 然后春花拿着肉就走了。 马三见状也是无奈, 心想大牛哥真是好福气, 能娶到春花嫂子这样漂亮贤惠的女子, 要是自己也能娶到像春花一样的女子就好了。 等马三拿着礼品到了李屠夫家里,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这家伙已经没事了。 看到马三拿着一只肥胖的老母鸡, 还有不少鸡蛋, 李屠夫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立马让自己媳妇接过马三拿的东西, 让马三中午就不要走了, 陪自己好好地喝上一杯。 马三心中很是无奈, 自己最不想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为了不让自己母亲伤心, 马三只好准备吃完饭再走。 正当李屠夫给马三炫耀自己年轻时候的事迹的时候, 一个漂亮的姑娘找上门来。 马三一看就冷了, 这女子她认识, 正是张木匠的闺女巧秀。 马三就疑惑地问道, 巧秀你咋来了? 这时候, 一旁桂花知道眼前这女子是巧秀之后, 以为巧秀是专门来找马三的, 于是就嘲讽地说道, 吆喝,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那个客夫的寡妇吗? 怎能到我家里来了? 是想来找马三再续姻缘的吗? 原来巧秀嫁给王大虎之后, 没出一年的功夫, 王大虎就得病死了, 这老王家就不乐意了, 自己儿子身体好好的, 自从娶了媳妇之后, 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 一年不到就死了, 实际上是王大虎仗着家里有钱, 整日流连在花街流下, 身子骨早就让酒色给掏空了。 你想啊, 这家伙在外面潇洒完之后, 回家还得交作业, 后来身子骨不行就死在了一个姑娘身上了。 王家为了自己的颜面, 只能对外宣称, 巧秀是个克服命, 就是他把自己儿子给克死的, 还一气之下, 把巧秀给赶回了娘家。 巧秀就这么着成了寡妇了, 虽然模样漂亮, 但大伙都这知道了他克服的名头, 没人敢娶他。 后来, 吴氏听说这是之后, 心里还非常解气, 说这都是张木匠的报应。 巧秀在听了桂花对自己的讽刺之后, 也不恼怒, 就说自己不是来找马三的, 而是来找他们家的老母鸡的。 还说有人看见马三提着他家的老母鸡到了这里。 桂花一听, 就怒道, 你纯属放屁, 马三说那老母鸡是自己家的, 怎么变成你家了? 你抓紧时间从我家出去, 不然的话, 就不要怪不客气了。 巧秀也不客气地说道, 谁不知道马三家里穷得响叮当, 怎么会养得起老母鸡呢? 马三这时候也不好意思说说道, 自己拿来的鸡确实不是自己家的, 他嫂子来时候给他的。 巧秀听后就说道, 我可不管谁给你的, 我家的老母鸡就是让你拿走的, 他还正下着蛋呢。 就在这时候, 李屠夫的媳妇拿着一只老母鸡从厨房里出来, 笑着说道, 马三, 你拿的这只老母鸡真不错, 我放那一会的功夫, 就下了一个鸡蛋。 这时候, 那老母看到了巧秀, 一下子就从李屠夫媳妇手中挣脱开来, 飞到了巧秀的怀里。 这下马三和众人都愣住了, 这事情很明显了, 这只老母鸡就是巧秀家的。 巧秀抱着老母鸡狠狠地瞪了一眼, 马三就走了。 李屠夫现在感觉好像有人在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 对着马三就说道, 你给我滚, 我家桂花再怎么着也不会嫁给一个小偷的。 马三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小偷, 但他也懒得给李屠夫解释了, 因为他压根就不喜欢桂花, 现在好了, 直接让李屠夫给赶出家门了, 还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于是就赶忙回家了,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吴氏说了一遍。 吴氏一听, 这千辛万苦说的媳妇就这么吹了, 心里是非常生气, 可他也知道, 这罪魁祸首, 就是马三的嫂子春花。 正因为是春花, 吴氏才有气没地方撒, 因为这些年大牛和春花, 确实帮了自己家不少, 而且春花对自己照顾的也非常好, 就差点没当自己亲婆婆看待了。 吴氏也相信是春花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可心里总是过不去这道坎, 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年岁也大了, 这唯一的心愿就是自己儿子能够成家, 本来是有希望的, 现在看来希望又非常渺茫了。 正是有气撒不出来, 吴氏本就不好的身体又病倒了。 春花也是拿了东西来看他,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没想到巧秀家的老母鸡 跑到自己家里来。 自己还阴差阳错的给抓错了, 事后还让人家找了去, 还把马三婚事给搅黄了, 还让吴氏气得得了病, 自己是非常的过意不去。 吴氏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但心里还是生着春花的气的, 春花也是个聪慧的女子, 直到吴氏心中肯定埋怨自己。 于是春花就表态说道, 马三兄弟找媳妇的事情就包在他身上了, 他肯定给马三说一个漂亮的媳妇, 吴氏也知道春花的为人, 人家把话都说这份上了, 自己再放在心上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于是就原谅了春花。 春花也是给一个说话算数的女子, 从这之后就把给马三说媳妇的事放在了心上, 到处给马三找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吴氏也没有闲着, 也是到处询问打听, 可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马三的婚事还是没啥着落。 这天村里来一个算命先生, 吆喝着能掐会算之姻缘, 正好让吴氏给看到了, 于是就把算命先生给请到家里, 让他给自己儿子算在姻缘, 看还能不能娶上媳妇啊。 这算命先生要了马三的生辰八字, 掐算了一会就说道, 老夫人, 你儿子本来有装好姻缘, 但随着你丈夫过世就没了, 他之后就再也娶不到媳妇了, 不管你怎么努力, 怎么想办法, 你儿子就是没有媳妇的命。 吴氏听完算命先生说的, 可不是咋的, 他和春花给马三找了不少姑娘家, 都有几个快说成了, 可过了两天之后, 人家女方就不愿意了。 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的闺女 嫁给一个家里还穷, 手脚还不干净的人。 不管春花给人家怎么解释, 马三是小偷的名号, 已经传开了, 吴氏虽然很是着急, 到处替自己儿子解释, 但马三却是毫不在意别人的说法。 现在听到算命先生这么一说, 吴氏也死心了, 不再给自己儿子说媳妇了, 算是把马三彻底给放弃了, 虽然吴氏放弃了, 但春花并没有放弃马三, 还给吴氏说, 当初就是自己失误, 不光让马三兄弟丢了媳妇, 先还让他背上了一小偷的名号, 自己无论如何, 也得给马三找个媳妇, 不然自己心里过意不去。 吴氏听后, 也不想让春花为难, 何况这些年, 春花对自己挺照顾的, 自己其实早就原谅他了, 让春花不要再白忙活了。 为了让春花死心, 吴氏还把算命先生给他说的话, 又给春花说了一遍。 春花听后就说道, 这算命先生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马三兄弟肯定会找到一个好媳妇的。 果然没出几天的功夫, 就有媒婆上门来马三家里说亲了。 吴氏一听都冷了, 这么多年了, 那有媒婆到自己家里来过呀, 都是自己找媒婆去人家女方家里。 难道还是还真让春花给办成了? 可等媒婆说出女方是巧秀家的时候, 吴氏就愣住了。 立马就不同意了, 当初是这张木匠看自己家里落魄了, 贪财才把自己闺女嫁给家里比较富裕的王大虎呢? 这幸好是嫁给了王大虎, 没有嫁给自己儿子, 要不然巧秀客死的就是自己儿子了。 现在张木匠知道闺女没人要了, 这会又想起自己儿子了, 为了自己儿子的安全考虑, 吴氏是坚决不同意。 这时候, 春花过来劝慰说道, 你不要到处听别人胡说巧秀, 是客服命, 他们都是以讹传讹, 就像是马三兄弟一样, 他根本就不是小偷。 李屠夫为了面子到处说马三兄弟的坏话, 我听说那王大虎是死在一个青龙女子的身上, 他们王家围了颜面, 才传扬是巧秀客死了王大虎, 这都是谣传, 根本就不能信的。 再说了, 巧秀嫁给王大虎, 也是父母逼迫的, 他有啥办法? 其实巧秀心里是一直有马三兄弟的, 前段时间, 巧秀听说马三要娶媳妇之后, 伤心的差点没寻了短见呢。 而且, 马三心里也有巧秀, 他们两个小时候感情就不错, 只不过是天意弄人, 才出来后面的这些个事情的。 吴氏听了春花的劝,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这天底下有那个母亲希望自己儿子打光棍。 于是就同意了马三和巧秀的婚事。 马三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心里是高兴坏了, 其实这小子心里一直是有巧秀的, 只不过是自己一直怕自己母亲伤心, 就没敢和巧秀联系过。 现在好了, 在两家人的操办下, 选了一个好日子, 巧秀就和马三成亲了。 等招待完冰棚散去之后, 马三救了洞房了, 掀开巧秀的盖头之后, 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 巧秀看着马三笑着说道, 到明天咱们得好好地去感谢一下春花嫂子这个梅人。 马三听后疑惑地说道, 不是你老爹让梅婆来我家提亲的吗? 这里面还有春花的事呢? 巧秀笑着说道, 巧你那啥样? 要不是春花嫂子? 咱们两个能走到一起吗? 原来春花早之前是故意抓错的鸡, 目的就是搅黄马三和桂花的婚事, 因为他早就看出来马三不喜欢桂花, 心里面一直有着巧秀, 就是为了自己母亲才没敢和巧秀表明心意, 巧秀的心里也有着马三, 于是就春花就找了巧秀, 给他出来这么一个计谋, 而且那算命先生也是春花找来的。 马三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心里对春花嫂子充满了感激。 一个脾气倔强的老头, 给自己的老情的确送礼, 结果庆幸自己当初选对了媳妇,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倦老头送礼。 话说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 住着一个老头, 名叫王元成。 王老汉今年五十多岁了, 他在村子里还是比较出名的。 这就得益于王老汉有两个本事, 第一个就是王老汉是一个抓鱼的能手, 这本事在他们村里, 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 也比不过他。 这第二个不能算是本事了, 就是王老汉的脾气非常的倔, 只要是他认准的死礼, 一头驴都拉不回来。 大伙在背后都叫他王鹊驴。 这天王老汉从地里干活回来, 看到河边有水花翻动, 根据他的抓鱼经验, 河里现在肯定有两条大鲤鱼, 不过现在都快到冬天了, 天气贼冷, 这河水也不暖和。 不过, 王老汉也不想放过这两条大鲤鱼, 正好逮了回去, 炖上一大碗鱼汤, 岂不是美滋滋? 说干就干, 王老汉是忍着冰冷的河水, 以自己多年的经验 把这两条大鲤鱼给逮了上来。 每条都有五六斤重, 王老汉是乐坏了, 抱着鱼就回了自己家了。 等到家之后, 王老汉把两条鱼放到盆里,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让自己的媳妇桂花 给自己端上了午饭, 然后自己又拿出了 珍藏的好酒。 美美地喝上了一口。 正当王老汉惬意的时候, 他媳妇桂花说道, 老头子, 刚才张旺才来了。 王老汉一愣, 美好气地问道, 他来干啥? 说起这个张旺才呢? 王老汉和他还有过一段过节, 就是当时 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 同事看上了 邻村赵家庄的姑娘赵芳了。 两个人都对赵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本来王元成都快把赵芳给追到手了, 赵芳也答应了王元成两个人一块去集市上逛逛, 本来这是促进双方感情的好事, 王元成一早也去找赵芳了。 可是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 王元成就发现这河里有条大鲤鱼, 于是手养难赖的他, 就想着把这鱼给捉了, 中午给赵芳炖鱼汤喝? 岂不是不见美事啊? 于是他就下河抓鱼去了, 可是这条鱼比以往的鱼都要狡猾, 王元成一看, 这却脾气就上来了, 今天非要把他给带住不可。 王元成是费了半天的功夫才抓到的。 可是等王元成带着鱼去找赵芳的时候, 赵芳已经不在了, 原来赵芳等了王元成半天也没有来, 正好张旺财也找赵芳, 然后赵芳就跟着旺财走了。 剧情的发展就是, 赵芳后来跟张旺财结婚了, 气不过的王元成, 心里就跟张旺财结下了梁子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王元成心里还是没有过去这个坎。 不过这件事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就连他媳妇桂花也不知道。 所以听到桂花说张旺财来了, 王老汉心里就对他没有什么好脾气, 这个家伙可是自己以前的情敌呀。 桂花就说道, 张旺财大儿子结婚, 娘家的客人又突然赠了两桌, 就缺两条大鲤鱼, 他想求你帮个忙, 王老汉一听就火了。 怒道, 他娶他的儿媳妇, 关老子什么事, 又不是我娶儿媳, 你赶快把大鲤鱼端到李屋去, 再来就说没逮着。 桂花也不知道王老汉和张旺财有啥过节, 觉得都是一个村的, 帮帮忙硬给不是什么大事, 就跟王老汉理论起来。 正当两口子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就听大门枝呀一声, 有个人走进院里, 有句老话说什么来着, 说曹操曹操就到, 来人正是张旺财。 张旺财今天穿得挺板正, 王老汉见他冲着装大鲤鱼的盆子就走去, 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从桂花手里夺过酒壶, 提高嗓门喊道, 旺财来了, 快过来坐下喝一杯。 张旺财摆着手说不喝, 静止走到装鲤鱼的盆前, 转了两圈, 王老汉心下暗暗叫苦, 刚才光顾着发牢骚了, 咋就没把盆子端进里屋去呢? 张旺财看到盆里的两条大鲤鱼, 脸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张旺财就高兴地说道, 王老哥这两条大鲤鱼个头不小啊, 足有五六斤吧, 王老汉一看这家伙, 果然是打自己鱼的主意, 他不想把自己辛苦歹的鱼 让张旺财拿去用, 于是眼珠子一转就说道, 哦, 这鱼啊, 是给李四专门逮的, 你也知道这个家伙嘴馋, 前两天就找我定好了, 我准备下午给他送过去呢。 桂花听后, 心里也疑惑开了, 心想这李四什么时候找你定鱼了, 你这老东西就是胡说八道啊。 张旺财一听, 这脸色一变就说道, 王老哥, 明天我家办喜事, 还缺两条大鲤鱼, 这鱼能不能先让给我, 不然我回去没办法给赵方交代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去给李四说说, 您这两条大鲤鱼能不能先卖给我应个急啊? 王老汉听到张旺财说到了赵方, 这脑子里刷得一片空白, 他拿眼看看桂花, 桂花被转了身。 王老汉心中又一想, 张旺财如果真的去找李四的话, 自己的谎言不就被揭穿了吗?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这老脸也就丢尽了, 我可不能在张旺财的身上再两个跟头啊。 看着张旺财就要出门去找李四, 王老汉没有时间多想, 顺口而出, 这李四让他再等两天吧, 你既然办喜事, 要用, 要用你就拿去吧。 张旺财一听就高兴地说道, 多谢王老哥了, 对了你家里有秤吗? 咱称一下重量, 回头我把钱给您送来。 桂花这个时候插嘴说道, 都是邻居, 还称什么呀? 你先拿去用吧。 张旺财一听就说道, 老嫂子都这么说了, 我先留下点钱, 剩下的回头再给你。 然后张旺财掏了掏衣兜, 最后抱歉地说, 嘖嘖嘖, 这一早就换衣服了, 钱忘了放了, 没带来, 这样吧, 大鲤鱼我先拿走, 明天我再送钱来。 王老汉一看就说道, 嗨, 啥钱不钱的, 你先拿走吧。 张旺财见王老汉也这么说, 就拿出了准备好的篓子, 把两只大鲤鱼给装走了。 可是等张旺财把鱼拿走之后, 王老汉这心里是越想越不对劲, 这珍藏的好酒喝得也没有什么味道了, 感觉自己累死累活地捉了两条鱼回来, 啥都没捞着的时候, 就让张旺财给拿走了。 好像十几年前的悲剧又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王老汉越想越气, 猛地就站起身来, 出门就向外走去, 桂花一看就问道, 你干啥去啊? 王老汉说道, 我得把鱼给要回来, 不然我心里憋得慌。 桂花一听就说道, 你个老头子, 刚刚还说让人家拿去用呢,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变卦了呢? 人家不是说了吗? 明天就把钱送来。 王老汉一听就没好气地说道, 哼, 你想啥呢? 现在的人拿了你的东西, 头回见面点点头, 二回见面就咧咧嘴, 再见面就该装不认识了。 还想着给你送来呢? 王老汉又冲桂花喝道, 刚才我叫你把大鲤鱼端进里屋, 你咋不端? 你长耳朵干啥的? 一听这话, 桂花也上了火说道, 你个死老头子, 你咋能怨我? 按说人家的孩子结婚,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也该送个洗钱, 那大鲤鱼就当咱送给他了。 王老汉一听就怒了说道, 哼, 你说得轻巧, 我逮的大鲤鱼, 你冲好人哼。 桂花的火气也上来了一拍桌子说道, 我看这是全怨你, 你不答应, 他能拿走吗? 还说李四给你要大鲤鱼, 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啊? 你要是真的不想给, 你当面去要回来啊, 在这冲我吼什么? 你个死老头子。 桂花的这番话, 把王老汉给对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就瞪圆了眼珠子, 手指着桂花说道, 你你, 桂花打下他的手, 走到王老汉的跟前说道, 你啥你, 谁不知道你是个老鲤驴, 有本事, 你就把大鲤鱼要回来, 去呀去呀。 哼, 要不回来, 就别冲老娘我耍威风, 看来这桂花的脾气, 也不小。 王老汉大吼一声, 我要回来你咋办? 桂花就说道, 你要回来, 你让我咋办就咋办。 说完呢, 桂花又反问一句, 你若要不回来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 王老汉也不能耸啊说道, 哼, 要不回来, 我就不进这个家门。 说完, 他转身抓过酒杯, 养伯咕咚咚咚, 灌了几大口, 他想借着酒劲壮壮胆, 既然都已经打了赌了, 这赌一定要打赢。 就对桂花说道, 你给我拿一两银子, 如果我赢了, 我就买坛好酒喝喝。 桂花听了, 果然还真给他拿了一两银子。 王老汉揣了银子就走了。 这有的观众老爷就问了, 这赌还没有赢呢? 桂花怎么给他拿了一两银子呢? 其实桂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王老汉是个倔驴, 他是知道的, 万一他要不回来大鲤鱼, 他今天晚上就真的不回来了, 这身上也不带着钱, 这大晚上的去那里住啊。 桂花也是担心他, 所以不管他赢不赢这银子都会给他的。 这个时候, 天都黑了, 王老汉来到张旺才家大门口, 看到里面热热闹闹的。 他就寻思开了, 自己找什么借口向张旺才要回大鲤鱼呢? 王老汉站在门外是想了半天, 才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说他女婿明天来, 他女婿最爱吃鱼了, 要拿回大鲤鱼当鸭咒菜。 注意拿定之后, 王老汉就进了张旺才的家门了。 见王老汉上门, 张旺才两口子显得异常亲热, 连忙地端茶, 让座, 把个王老汉弄得手足无措, 浑身都不自在。 尤其是看到赵方之后, 自己怎么也开不了口了。 前来张旺才家贺喜的人像走马灯似的。 去了一波又来一波, 王老汉感觉自己一直在这里坐着喝茶, 也不是那回事啊, 别人都爽爽快快地来送礼, 就你王老汉坐在那里喝茶你好意思吗? 再怎么说, 都是一个村子里的, 怎么这也得意思一下吧? 尤其是赵方还有意无意地看王老汉, 王老汉越想越觉得浑身有无数小虫在爬, 他心想哀, 算了吧, 自己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鲤鱼给要走, 这脸可就丢大了, 干脆把大鲤鱼当礼品送给张旺才吧。 可是转头又想到, 自己来干啥了? 如果要不回大鲤鱼, 还有脸进家门吗? 以后在桂花的面前还能拾起头吗? 想到这里王老汉进退两难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这天色也不早了, 王老汉觉得该回去了, 可不明不白地告辞又太窝囊。 他最后拿定主意, 要把这大鲤鱼给要回去, 就算是要回一条, 自己以后在桂花面前也有面子。 然后就对张旺才说道, 张老弟, 我刚才忘了, 明天我那女婿来你看, 张旺才一听这话, 摊开两手苦笑着说, 王老哥, 你看看我忙得这样, 明天哪有时间给你去陪课呢? 飞王老汉一看张旺才不上道, 又说道, 那两条大鲤鱼。 张旺才一听就忙说道, 王老哥, 你那两条大鲤鱼可救了我的厂了。 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啊, 刚才我称了称, 暗示厂价该给你一两银子, 明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来先吃个喜糖。 张旺才说着就抓了一把喜糖给王老汉递了过去, 这个时候赵方也过来了, 王老汉现在是舌根发硬, 连忙说道, 我不要了, 刚才我拿了一些了, 说着就伸手到衣都去掏刚才自己拿的喜糖, 不料装在衣袋的那一两银子被带了出来, 一下子掉在桌面上。 张旺才两口子突然敏感地盯住了, 王老汉也一下愣住了。 王老汉伸手就想要去抓钱, 张旺才见状也是猛地上前部按住他的手, 有些激动地说, 王老哥, 你看看, 大鲤鱼还没给你钱, 你这是干啥? 赵方这个时候也说道, 王大哥你看你这样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王老汉听到赵方这么说, 这钱他也不好意思再往回要了, 脸都憋成了猪肝色, 结结巴巴地说, 大鲤鱼, 大鲤鱼我送给你, 除了这大鲤鱼, 他艰难地继续说, 这一两银子拿来是点小意思, 小意思。 王老汉努力张开手指, 无奈地把银子丢在桌子上, 张旺才见状是笑嘻嘻地说道, 这这就多王老哥, 到明天咱哥俩好好地喝两杯。 王老汉就说道, 好, 好, 然后转身就狼狈地走了。 王老汉走到回家的路上, 心想自己这鱼没有要回来。 这银子也让自己给随了出去, 回去怎么向桂花交代呢? 就在王老汉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脑子灵光一动, 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跑到了李寺的家里, 这李寺平时就嘴馋家里肯定有鱼的。 向他借了两条大鲤鱼, 先把那个毒打赢了再说。 王老汉又在外面多磨蹭了一些时间, 才提起大鲤鱼向家走去。 一进了家门, 王老汉就装出了一副高兴的样子喊道, 老婆子, 快拿盆来, 快拿盆来, 把这鲤鱼给放进去。 桂花一见, 反而吃了一惊问道, 老头子, 这大鲤鱼从哪来的? 王老汉就得意地说道, 当然是从张望才家要回来的。 桂花就疑惑地问道, 他还给你了。 王老汉得意地说道, 哼, 他敢不给, 要吃鱼自己买去。 老子不适候他, 听王老汉说完, 桂花忽然冷笑一声说道, 我说, 你个死老头子, 我看你别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刚才, 张望才又来了。 王老汉一愣问道, 他来干啥? 桂花说道, 张望才说了, 大鲤鱼钱一两银子, 鲤钱一两银子, 一共拿来二两银子, 你充什么好汉呢? 王老汉听桂花说完, 感觉自己这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简直是太丢人了, 赶忙就跑出了。 桂花问道, 这么晚了, 你又干啥去? 王老汉说道, 给李四送鱼去。 桂花听了在背后, 骂了他一具老绝驴, 就回屋了。 王老汉把鱼还给了李四之后, 就回家了, 走到半路, 正好碰到了张望才了。 王老汉就问道, 望才啊, 你为啥把银子又给我送回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那银子是给你儿子的洗钱, 那鲤鱼也送给你了。 张望才看到王老汉也是笑着说道, 王老哥, 你就别装了, 咱们都是男人, 你送去这两条鱼, 还有一两银子, 我那老嫂子回家, 还不得把你给劳到死啊。 我是深有体会的呀。 王老汉就疑惑地问道, 难道赵方整天劳到你吗? 张望才一听就苦着脸说道, 哎, 别提了, 自从成亲后, 我这两个耳朵都快被赵方给唠叨出茧子了。 小时说你, 大时也说你, 反正不管怎么着说的, 你是找不找北啊, 你要是跟他吵, 他就带着儿子回娘家。 哎, 我这日子真是不好过呀。 王老汉一听突然感觉自己媳妇贵花, 就是一个好女人啊。 幸好自己当初没娶赵方啊。 一个饭馆的掌柜因为卖包子和一个小贩竞争起来, 没想到竟然还发现自己的老婆的秘密。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包子大战, 话说在柳州城的回阳县有个包子铺, 这店面不是很大, 只有两个人干活, 一个是掌柜的张三牛, 一个是他媳妇马翠华。 张三牛做的包子是皮薄县多, 而且价格实惠, 他的小生意还是不错的。 每次这包子出笼之后, 很快就销售一空。 张三牛的包子铺对面是个规模不小的饭馆, 掌柜的名叫刘大海。 本来刘大海饭馆的生意是不错的, 不过他发现, 自从这张三牛在自己对面开了包子铺之后, 这饭馆的生意是直线的下降。 这件事让刘大海是非常的郁闷, 起初还以为是张三牛做的包子确实有过人之处, 就让人买来两个尝了之后, 味道不过也是平淡无奇。 跟自己饭馆大厨做的包子一比较, 刘大海感觉张三牛做的包子味道虽然不错, 找大厨做的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难道是自己饭馆里的包子卖得太贵了? 然后刘大海就让伙计改了价格, 自己的包子和张三牛家的包子价格一样。 而且还把摊子给摆出了店门外, 跟张三牛叫上进了。 刘大海就不信了, 自己花钱雇的大厨做的包子还干不过一个乡下来的。 这刚开始的时候, 刘大海的包子确实吸引了不少的人, 把张三牛的生意给抢走了不少。 这让刘大海是得意了好一阵子, 就以为自己要得胜的时候, 这事情又发生了反转。 这天早上刘大海发现自己包子摊位钱的人没有之前的多了。 张三牛的摊位钱人倒是不少, 刘大海就纳闷了。 难道是张三牛为了和自己竞争, 把包子又降价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倒是不怕他, 因为这卖一个包子本就不赚几个钱。 张三牛要是降价的话, 除去房租的成本, 肯定不挣几个钱的, 到时候不用自己再赶他, 他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然后刘大海就让伙计去打听一下张三牛的包子是不是降价了。 伙计打听后回来却说, 掌柜的, 张三牛家的包子不但没有降价, 反而还涨了一文钱。 刘大海一听就纳闷了说道, 什么? 没有降价, 反而还涨了一文钱。 听伙计说完刘大海就不淡定了, 难道张三牛的包子做得又好吃? 刘大海立马就让伙计再去买几个包子回来。 等伙计把包子买来之后, 刘大海就尝了一口, 品尝完之后, 刘大海就发现这包子还之前的包子还是一个味道, 没有什么变化。 刘大海这就有些纳闷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等到了中午饭点的时候, 刘大海看到马三在自己的饭馆里吃饭, 然后就拿了一壶老酒走了过去。 这个马三是城里的一个屠户, 长得五大三粗的, 由于这面相不是很好看, 都三十多岁了, 还没娶到媳妇呢。 所以这个家伙也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挣了钱就是吃吃喝喝, 也乐得自在。 刘大海把老酒往桌子上一放, 马三就疑惑地问道, 掌柜的我可没有要酒啊。 刘大海就坐了下来, 笑着说道, 哈哈, 马三兄弟, 你是咱们饭馆的老顾客了, 这酒是我送给你的, 不要钱的。 马三一听, 就笑着说道, 如此甚好, 那就多谢掌柜的了。 说完就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说道, 嗯, 好酒啊。 刘大海一看心想, 嘿, 这不要钱的酒能不好喝吗? 随后刘大海就说道, 马三兄弟, 我想找你打听一个事。 马三刚喝了人家送的好酒, 也不好意思拒绝就说道, 掌柜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 我只要知道的, 肯定告诉你。 刘大海一听, 就笑着说道,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咱们饭馆的包子难道还没有对面包子铺的包子好吃不成? 马三一听就说道, 嗨, 我还以为什么试呢? 张三牛做的包子没有你饭馆大厨做的包子好吃。 刘大海一听, 就更加疑惑地问道, 既然没有我们饭馆大厨做的包子好吃。 那你为什么总爱去张三牛的包子铺去吃包子呢? 咱们饭馆门口也有包子铺啊, 而且价格比张三牛家的还便宜。 马三听刘大海这么一问, 这老脸一红是滋滋呜呜地说道, 这这这, 刘大海一看啥情况, 这说包子的事呢? 这马三的脸怎么还红了? 看来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这张三牛在卖包子上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大秘密, 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秘密给搞清楚, 不然的话, 大家都去他家吃包子了, 自己饭馆的业绩就完了。 刘大海一狠心就说道, 马三兄弟啊, 只要你告诉我, 为啥你放着咱们这几便宜又好吃的包子不去吃, 反而去吃张三牛价格又贵, 味道又不如咱们这里的包子的原因, 今天你的这顿饭我请了, 给你免单。 马三一听掌柜的这么说, 立马就凑过来对刘大海说道, 其实也不是不想来吃你家的包子, 就是你家卖包子的是个大老爷们, 人家张三牛家卖包子的可是老板娘。 我就说这么多了, 刘掌柜你是个聪明人, 相信你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 对了, 刚才你说的我这顿免单, 麻烦您再让伙计给我上二斤牛肉一壶老酒。 刘大海听马三说完, 顿时就醒悟了, 可一听马三又要白跳自己两斤牛肉一壶老酒是心疼得不得了。 不过, 自己已刚才已经答应给他免单了, 就不能食言, 忍痛又让伙计给马三安排上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 刘大海就站在饭馆的门口, 仔细地观察开了。 经过马三昨天的提点, 刘大海就发现来, 自己摊喂钱吃包子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妇女带着孩子, 也有男的, 不过都是老头, 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小年轻旁边还坐着自己的媳妇。 在看张三牛那边, 基本上清一色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还有老光棍, 当然这个马三也在其中大口地吃着包子, 还时不时地望一眼正卖包子的老板娘。 起初刘大海觉得张三牛这小子的艳福不错, 人长得还没有自己帅, 媳妇却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自己昨天问马三的时候, 那个家伙竟然还脸红了, 想到这里, 刘大海就注意起了张三牛的媳妇了, 别人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 这认真工作的女人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个时候就见马三吃完了要的包子, 然后走到张三牛媳妇面前又要了一笼, 刘大海心想这个家伙真是能吃啊。 可是让刘大海没有想到的是, 马三在接过包子的时候, 顺势竟然在人家媳妇的手上摸了一把。 没想到这张三牛的媳妇不但没有恼怒, 还对马三是有说有笑的, 由于两家隔着一条大路。 路上行人来往, 人声造杂自己也听不清他们之间说的什么。 看到此番情况之后, 刘大海心里是大惊啊, 这难道就是马三去张三牛那里吃人家包子的原因吗? 这家伙哪里是去吃包子啊? 分明就是占人家老婆便宜的。 经过一早上的观察, 刘大海这才发现, 张三牛的老婆几乎对每个男的都是有说有笑的。 看来这个张三牛就是仗着自己媳妇长得好看, 这哪里是卖包子啊? 这分明就是卖媳妇啊。 现在刘大海是知道了张三牛的包子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了。 人家哪里有个卖包子的大美女, 再看自己这里, 卖包子的都是大姥爷们, 自己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啊。 刘大海心一横, 看来是舍不了媳妇套不着狼, 得自己回家也和自己婆娘商量一下, 看看她愿不愿意出来给自己称称门面, 要是她不同意的话, 自己就借口娶个小妾, 让小妾来做这事, 岂不是一箭双雕啊? 等刘大海回到家后, 就发现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心里正疑惑呢, 难道是自己老婆出去逛街去了? 想到这里, 刘大海就一肚子的气, 刘大海的媳妇名叫孙如月, 长得花容月貌, 周围的邻居也都非常羡慕刘大海, 能娶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 可老话说得好,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刘大海也不例外, 刘大海的爷爷就是开饭馆的, 之后就传给了他父亲, 他父亲又传给了他, 经过祖辈的打拼, 刘大海的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 后来经过媒婆说和, 就娶了孙如月了。 刘大海见如月长得漂亮, 心里非常的高兴, 这媳妇带出去, 多给自己长面子啊。 所以如月经常买上一些名贵的腌制水粉, 好看的衣服, 刘大海也毫不在意, 不过后来刘大海就发现不对劲了, 如月也太不知道节俭了。 整日里往家里买上一些没有的东西, 今天买些字画, 明日买些书籍。 你说说你买些腌制水粉也就罢了, 你买上这些个东西干啥? 关键是自己也用不到啊。 一问他, 如月还阵阵有词地说道, 这些都是咱儿子以后买的, 以后得让儿子做学问, 不能跟你一样, 整日里在饭馆忙活, 整天见不到人。 刘大海一想感觉好像也有些道理。 正想着呢, 刘大海突然听到自己的房里有动静, 难道是大白天的家里招了贼了? 然后刘大海就悄悄地来到了窗户这里, 透过缝隙往里看。 这一看不打紧, 气得刘大海是蹊跷生烟呢, 只见这屋子里, 自己的媳妇正跟一个油头粉面的小年轻在搂搂抱抱的。 刘大海差点没有气晕过去, 自己辛苦地在外面干活挣钱。 这娘们竟然在家给自己戴帽子。 刘大海想冲进去把这两人给结果了, 可是又怕自己干不过那小年轻, 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 等出了院门, 刘大海就直奔衙门把自己的媳妇给告了说他不守妇道, 让自己给撞见了。 县老爷张大人对县城的民俗风化还是非常看重的, 直接就派捕快跟着刘大海到他家里, 把正在私会的两人给捉拿到了大堂上了。 经过张大人的一番审讯, 才得知跟自己老婆私会的这个男子叫李四, 长得油头粉面的, 一看就是那种让女人喜欢的类型。 这个李四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仗着自己读过几本书就在街上卖麦字画, 实际上就是勾搭富婆。 凭借自己的花言巧语, 混迹在好几个的像月如这种有钱, 没人赔的富婆当中。 月如也交代说刘大海整日里在饭馆忙活, 自己耐不住寂寞逛街的时候, 看到李四在麦字画, 看到他人长得不错, 就过去买了一副, 没想到这李四能说会道, 把自己给迷住了。 然后就趁刘大海白天去饭馆忙活的时候, 自己就把家里的下人给支走, 自己偷偷地和李四私会, 之前几次都没有事, 没想到这次不知道刘大海怎么回事, 突然没有打招呼, 就回来了。 刘大海的老婆和李四私会证据确凿有伤风化, 被张大人押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就在两个人被押走的时候, 李四突然问刘大海, 自己纵横情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发现, 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这人呢, 都有好奇心, 张大人也想知道, 也说了一句, 对啊, 刘大海你是如何发现李四和你媳妇的事情。 刘大海一看见老爷也那么八卦, 就把自己和张三牛比着卖包子的事给详细地说了一遍。 李四听完是背呼一声说道, 真没有想到, 我竟然栽倒了一个卖包子的手里啊。 没等他说完的时候, 就被捕快给押走了。 张大人听刘大海说完顿时大怒说道, 什么?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这张三牛为了多卖个包子, 竟然让自己的媳妇如此做作, 真的是有伤风化。 来人呢把张三牛和他媳妇给抓来, 本老爷要询问一下事情的真伪。 刘大海一看, 这下张三牛的包子铺估计是干不下去了吧? 看以后谁还跟自己抢生意? 不过说到底, 自己还得谢谢这张三牛, 要不是和他较劲, 自己还不能发现自己老婆的私情呢? 这一会他们两个被抓来, 自己要不要给他们说说情呢? 就在刘大海胡思乱想的功夫, 不快就把张三牛和他媳妇给抓来来了, 这两人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就问张大人这啥情况啊? 张大人就是以师爷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说了一遍。 张三牛听完才知道自己卖个包子的罪名竟然是有伤风化, 伤风败俗。 张三牛的媳妇听完就不乐意说道, 大人, 民女真是冤枉啊, 我从来没有做出什么有为常理的事来, 我虽然对刘掌柜的遭遇表示同情, 可是他也不能满口胡言, 毁坏我的名声啊。 刘大海一听就说道, 谁坏你的名声了, 你让大老爷平平礼, 我家的包子比你家的味道还好, 而且价格还便宜, 为啥那些大老爷们不来我们家, 都去了你们家里呢? 我还看到那个马三在接包子的时候摸你的手, 你也没有反抗, 这不是伤风败俗, 这是什么? 张大人一听有证人, 立马就派捕快把马三给带到大堂上了。 马三到了之后, 了解这事情的原委之后就说道, 大人, 这刘大海胡说, 我根本就没摸人家的手, 我只是接过来老板娘给我的纸条, 估计是刘大海站的位置不对, 看走眼了。 刘大海一听就说道, 就算是我看走眼了, 那你买个包子, 为什么他还给你纸条啊? 张大人也疑惑就问了这是咋回事。 张三牛一看刘大海估计是误会了, 这个马三上次给人说, 也没有说明白, 就说道, 大人是这么回事。 我们两个都是从乡下来的, 之前的我媳妇在乡下是出了名的媒婆, 后来才跟我到县城卖包子的。 之前有个小年轻一直来我这吃包子, 这小子来吃包子就算了, 不过他一直盯着我媳妇看, 我就不愿意了, 一问才知道这个家伙还没有成家呢, 就让我媳妇给他说了一个姑娘, 没想到这两人还真的成了, 这是就这么给传开了, 所以来我小摊位吃包子的人特别多, 大多都是想我媳妇给说亲似的。 我一琢磨, 这也不能白说不是, 就把这包子的价格提高了一文钱, 这马三也是托我媳妇给他说亲的。 我媳妇找好姑娘之后, 就把这姑娘的信息写在纸条上, 交给人家。 在给马三纸条的时候, 估计正巧被刘掌柜给看到了, 让他给误会了。 张大人听完, 立马让张三牛说出他媳妇第一个说成的男子家住哪里, 自己派补快去证实张三牛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经过补快打听回来才知道, 张三牛说的不错, 他媳妇就是个媒婆, 准确地说是业余的媒婆。 既然张三牛说的是真的, 张大人又问马三了说道, 马三, 那刘大海当日问你的时候, 你为何不给人家说清楚, 还故意让刘大海向不好的方向想呢? 马三一听, 就不好意思地说道, 大人, 其实小人当日是想给刘掌柜说清楚的, 不过我看刘掌柜出手大方, 就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就是想之后刘掌柜发现不对后, 在白痴他一顿才那么说的, 现在是误会都搞清楚了, 现在刘大海也不知道是该感谢马三, 还是该恨他呢? 石金不昧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现在从幼儿园里就学习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 就是教育咱们大伙养成一个石金不昧的好习惯, 偏偏有这么一个傻子捡到了一些钱, 差点弄得自己家破人亡,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沙子捡媳妇。 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家庄里, 庄子里有个名叫马二愣的小伙子, 今年已经二十多岁了, 到现在还没有娶到媳妇呢, 算是他们庄子里的大龄圣男了。 这马二愣娶不上媳妇并不是因为他家里穷苦, 相反的他家里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可以的, 这娶不上的原因就是马二愣这小伙子脑子有点不够用, 就是有些傻里傻气的, 有那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傻子呢? 虽说马二愣现在过得不错, 但都是他父母在撑着, 如果他父母没了, 他们家的家产用不了多久就会马二愣给败光的。 马老汉对自己儿子的婚事也是非常着急, 不过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自己已经托媒婆给说了好多姑娘了, 但没有一家愿意的。 马二愣的母亲吴氏也找算命先生算过自己儿子的姻缘, 那算命先生让劳两口不要着急, 说自己儿子以后定然会娶一个精明能干的姑娘做老婆, 吴氏听了很是高兴, 给了不少的挂钱。 为了这个事马老汉是没少数落吴氏, 说那算命先生就是为了多要些挂钱, 竟说些好话来哄骗吴氏的, 别说娶个精明能干的姑娘了, 就算是普普通通的姑娘, 也是他们老马家烧高香了。 这天劳两口正在家里发愁, 怎么给自己儿子找媳妇呢? 马二愣就从外面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不过和他出去的时候相比, 马二愣的手里多了一个包袱。 马老汉见状就问马二愣, 手里的包袱是哪里来的? 马二愣就说了, 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在路边捡的, 打开一看这包袱里还有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五两银子, 我心想肯定是别人不小心丢掉的, 我就大喊是谁丢的包袱, 这里面还有个盒子, 里面还装了五两银子。 可我喊了半天, 也没有人来认领, 我就把这包袱给拿回来。 马二愣说完之后, 这马老汉一拍脑袋说道, 老子这么聪明, 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傻儿子啊? 你捡到东西之后再那么吆喝, 别人都知道这包袱里是什么东西了, 要是胡乱过来, 一个人给要, 你说你给是不给。 马二愣让自己老爹一阵训斥, 也不敢说话反驳, 因为自己老爹说得对的, 于是就询问自己老爹, 如果自己下次再捡到了类似的东西, 应该怎么办? 马老汉听后, 没好气地说道, 当然是说自己只捡到了一个包袱。 让来认领的自己说, 这包袱里面有啥东西, 如果说的是对的, 就把包袱交给他, 如果说的不对, 就说明他是来冒领的, 就不能把东西交给他。 马二愣听后,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马老汉看着自己儿子迷糊的样子, 心里也是非常发愁,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就上门了。 来的是马大嘴的媳妇小翠, 他们两口子是一个德行, 两人的嘴里都放不着话, 村里的八卦新闻九成都是出自他们两口子的嘴中, 说起话来就没个把门的, 什么事都往外说。 这回小翠拿着一坛子好久到了马二愣家里, 进门就笑着说道, 马大伯听说二愣兄弟捡到了一个包袱, 那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还装了五两银子, 是我家那口子昨天喝多了, 不小心把包袱给弄丢了, 幸好让二愣兄弟给捡到了, 这要是让被人给捡到了, 还不得把俺的银子给私吞了呀。 这坛子好久是感谢二愣兄弟的, 说着小翠就把酒放在了桌子上,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桌子上放的一个包袱。 马二愣一听小翠说的都对, 就想起了他老爹刚才教导自己的话了, 就把包袱拿着递给了他, 还说让他以后小心一点。 小翠接过包袱和不拢嘴地笑着说道, 二愣真是懂事, 等回头我给你说个俊俏的媳妇。 然后他就拿着包袱高兴地回家去了。 看着儿子把包袱就这么给了小翠, 马老汉也是无语呀, 就想着在说马二愣两句的时候, 又有人上门了, 来的人也是他们庄子里的, 名叫马明远。 这个马明远在他们村里也是出名的人物, 当然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名声, 而是好吃懒做出了名, 而且还有赌博的恶习, 家里的田地, 房屋都让他给书没了, 现在就住在庄里的一个小破茅草屋里度日。 马明远也不是空着手来的, 手里提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二两豆腐, 进门就把豆腐往无视的手里塞, 还对马老汉说道, 二愣兄弟捡到的包袱是我丢的, 那里面的五两银子 是我找亲戚借的, 是用来打算做个小买卖的。 马二愣听后惊讶地说道, 啥, 那银子是你的? 可刚才小翠过来说是她丈夫醉酒后丢的, 我已经把包袱给了小翠了。 马明远听后, 看着桌子上放的一坛子酒, 瞬间就明白了, 于是把豆腐往桌子上一放就大声地说道, 那包袱明明是我的, 他们两口子就是见钱眼开, 我得找他们把包袱给要回来, 说着马明远就跑着向马大嘴家里去了。 这没一会的功夫, 激烈的争吵声就从马大嘴家里传了出来, 马明远吵架怎么会是马大嘴两口子的对手, 没一会的功夫就光听到马大嘴两口子的骂声了。 马明远让两人骂得还不了口, 不过马明远也不是吃素的, 吵不过, 咱们就动手, 仗着自己的大体格子, 马明远和马大嘴就动手了, 没一会的功夫, 就传来了锅碗瓢盆被打碎的声音, 马老汉一听这还了得, 万一闹出了人命自己儿子也脱不了干系, 叫上自己媳妇就要去劝家。 这刚想出门呢, 又有人上门了, 这人了不得, 在他们庄子里基本是无人敢招惹, 他就是庄子里的混混头子马启强。 别看年轻, 庄子里的人见面都得尊称一生马爷。 马启强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在街面上跟着一群混混收取小商小贩的保护费, 谁要是敢不交, 那你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轻则把你的摊子给掀了, 要是敢反抗, 他们一群人打得你三个月不能下床。 说到这里有的, 看官就问了, 马启强这群人横行霸道官府, 就不管吗? 官府想管, 也管不过来, 城里一天天多少大小事情兜得县老爷定夺, 他也派不快去抓过这些街面上的混混, 可总也抓不完, 今天抓个马启强, 明天就会冒出一个高启强, 孙启强的, 后来摊贩们也不去告了。 马老汉一看来, 人是马启强心想坏了, 果然这马启强进门之后就大声说道, 二棱你捡到的包袱呢? 里面还有五两银子, 那是老子的东西。 赶快拿出来。 马老汉怕自己儿子说错了话, 赶忙上前说道, 马爷, 我儿子确实捡到了一个包袱, 不过您来之前, 小翠就说那包袱是他丈夫丢的, 已经让小翠给领走了, 后来马明远又来说是他丢的, 您听这两人正在干账呢? 我这正想去劝劝呢? 您就来了。 马老汉本想把这个瘟神给推走, 没想到马启强听后冷哼一声说道, 哼, 他们怎么吵, 我都不管, 我的包袱是你儿子捡到的, 我当然得找你们要钱了。 吴氏一听就恼火地说道, 嗨,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 我们又不欠你的钱, 这我儿子捡个钱, 还捡出毛病来了, 你想要钱找小翠和马大嘴去要啊, 在我们家发什么疯子, 告诉你别人怕你, 老娘我可不怕你。 马启强一听, 心里顿时就火了说道, 行, 不给钱是吧, 吴氏你不要仗着之前跟我母亲关系好, 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 现在我母亲人已经没了, 没人能管得着我, 不给钱我就让你们好看。 吴氏一听火气也上来了, 这马启强小时候自己对他还不错, 现在竟然跟自己这样说话, 顿时就和马启强吵了起来。 马老汉一看心想坏了, 今天得罪了这个混混, 以后家里估计没好日子过了。 这下他们庄子里热闹了, 一天之内两个地方吵架的。 大伙都出来看热闹, 最后把庄子里辈分最高的马五爷给请了出来, 也没能劝住马大嘴夫妇和马明远, 吴氏对马启强也是不依不饶。 马五爷找到马老汉就商量说道, 你赶快想想办法, 让他们两拨人停止争吵, 这是传出去让人笑话是小, 万一闹出命案, 你和你儿子都脱不了干系。 马老汉这回也是气得不行, 自己儿子捡个钱还捡出毛病了, 不过马五爷说的也有道理, 要是因为这个事情, 弄得大家不愉快, 以后结下梁子, 大伙都会怨恨自己儿子的, 自己儿子本来名声就不好, 这么一搞那就更不好了。 于是马老汉就把马大嘴夫妇, 马明远和有马启强叫到一起说道, 今天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儿子二愣子引起的, 没想到现在捡个钱还会碰到这种事情, 今天算我倒霉, 这用钱解决的事就不是事。 说着马老汉就从家里拿出十两银子, 给了马明远五两, 给了马启强五两说道, 行了, 这一人五两公平公正, 就不用再吵了。 马明远和马大嘴刚才还打得不可开交, 这会拿到钱的马明远笑着对马大嘴说道, 你小子就嘴上功夫厉害, 这手上功夫不行啊。 马大嘴也笑着骂道, 哼, 不服气咱们找时间再比比。 马启强拿着银子, 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算你们识相, 不然以后你们傻儿子可就要吃亏了。 大伙对马老汉这样解决事情, 有人感到满意, 也有人感叹, 这年头好人不好当啊。 马二棱这小子时今不昧是好事, 但眨眼之间, 让自己老子损失了十两银子。 现在要说最不高兴, 就是马老汉的媳妇吴氏了, 刚才当着大家伙的面吴氏, 不好阻拦马老汉, 怕让他失去了面子。 现在到家之后, 吴氏就埋怨开了说道, 你说说, 你冲什么大头啊? 这一下就没了十两银子, 那些钱是准备给儿子成亲用的, 现在倒好, 便宜了别人了。 马老汉听后说道, 行了, 咱们就当破财消灾了, 那些要了咱们钱财的人, 就当以后给咱们儿子挡灾了。 吴氏听到马老汉这么说,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不再说什么了。 马二龙这时候好像也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办错了事, 一直闷闷不乐的。 本来大伙以为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过了十来天的功夫, 有个漂亮的姑娘找上门了, 说是为自己丢的五两银子来的, 而且他还准确地说出了包袱的颜色, 盒子的颜色。 马老汉和吴氏一听, 就知道自己儿子捡到的包袱是眼前这姑娘丢的了, 心想这下坏了, 人家郑主找来了, 自己家里现在没钱了, 拿什么给人家呢? 当下马老汉就自己儿子捡到钱之后的事情, 给那姑娘详细地说了一遍。 随后还说道, 姑娘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你看这银子能不能晚上一段时间再给? 谁知道那姑娘听后红着脸说道, 自己并不是来要钱的, 是来特别感谢马二龙的, 然后这姑娘就说出了自己丢失包袱的原委。 原来这姑娘叫李春凤, 是城里裁缝铺李掌柜的闺女, 从小就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相好叫张友才, 等到春凤到了成亲的年龄, 想着张友才会把自己给风风光光地娶回家, 谁知道张友才竟然是变了心, 这边跟自己说的是海枯石烂的誓言, 转头就娶了王府的千金小姐。 春凤自然是气不过, 论感情, 自己从小和张友才青梅竹马, 感情应该是没得说了。 论样貌春凤自认为比王府的千金小姐好看不少, 只不过是自己的家事比不上人家, 所以春凤就去找张友才, 让他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个张友才不亏是渣男, 红女孩子那还是非常有一套的, 对春凤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父母的意思, 如果自己不同意娶王府的小姐, 他们劳两口就要喝药去死, 我是个孝顺的孩子, 怎么能忍心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万般无奈之下才答应了这门婚事, 其实我心里喜欢的还是你啊。 这一番话说下来, 说的春凤心里对张友才也没了怨气了, 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大孝子。 可在现在的问题是, 张友才已经娶了王家的大小姐, 自己怎么办呢? 张友才就对春凤说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等时机成熟之后, 会把春凤也娶进家门的。 可这一等就是两年的功夫, 春凤可以等, 可春凤的老爹李掌柜等不了, 让春凤断了对张友才的念想, 那小子儿子都有了, 就是他真的要娶你, 你嫁过去过得也不会好的。 春凤听自己老爹说的有道理, 就追问张友才什么时候把自己娶进门, 自己为了他等了两年, 还不介意给他做小妾, 这足以看出春凤对张友才的爱意了。 不过春凤不知道的是, 王源外曾经说过, 自己闺女嫁给张友才已经是委屈了, 如果张友才敢内窃的话, 王家的财产他是一点也捞不着。 所以张友才一直不敢娶春凤, 也不敢把这个事情告诉春凤。 不过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春凤无意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得知自己一直喜欢的人是个贪财的小人之后, 顿时没了活下去的意义了, 一头扎尽和李想要了结了自己。 幸好李掌柜发现他闺女这几天精神不对, 一直跟着春凤, 看到自己闺女想不开跳河之后, 跳进水里这才把春凤给救了上来。 春凤虽然是救了上来, 但李掌柜是喝了不少水, 加上身子骨也弱, 结果就大病一场。 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春凤心里很是懊悔, 怪自己的任性害了父亲的性命, 本想也跟着父亲离去, 但一想自己的命是自己父亲拿命换的, 自己要是这么死了的话, 就太对不起自己父亲的一片苦心了。 所以春凤就把城里的铺子当了, 拿着钱财去找个如意郎君。 春凤心想, 自己找的相公一定要是心地善良之辈, 所以他就买来了四个包袱, 里面放了五两银子, 丢在各个路口, 看看捡到人的反应。 大多数人看到包袱里有银子之后, 都自己拿走了, 只有马二龙捡到包袱不仅没有拿走, 还在那里喊叫是谁掉了包袱, 虽然方法有些愚笨, 但这也说明马二龙心地善良, 没有什么心机。 春凤之所以等上十天左右来, 就是通过这段时间打听了一下马二龙的为人, 虽说二愣子脑子有些不太灵光, 但心里还是善良的。 而且通过春凤这几天的暗中观察, 发现马二愣这人还不错, 虽然马二愣有些愚笨, 但总比那些见财望一满肚子, 花花肠子的男人好多了, 这才到马二龙家说明情况的。 马老汉和吴氏听春凤说完, 是明白过来, 看来自己儿子就是春凤选中的人。 吴氏高兴地说道, 闺女这么说来, 你愿意嫁给我儿子? 春凤红着脸, 点了点头。 马老汉心里十分高兴。 说道, 老婆子, 看来那算命先生算得不错, 咱们儿子还真的能娶到一个聪明, 漂亮的媳妇。 没多久春凤就嫁给马二愣当媳妇了。 这事情传出去之后, 大伙都说马二愣是傻子, 有傻福, 白白捡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而在马二愣的贺礼上赫然写着, 马大嘴夫妇, 马明远, 马启强个随分子, 无两银子。